10月14日至10月18日 恒生指数跌2.11% 报20804点 恒生科技指数跌2.86% 报4600点 国企指数跌1.95% 报7471点 美股方面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.88% 报4323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.17% 报1837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.45% 报5841点 继2024年6月和9月减息后 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 于10月将三大关键利率下调25个基点 存款便利 主要在融资操作和编辑贷款 便利利率降至3.25% 3.4%和3.65% 央行指 减息决定源于对通货膨胀的最新评估 数据表明通胀回落进展顺利 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下月减息幅度仍存在分歧 高盛预计 联储局将自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期间连续减息6次 每次减息0.25厘 合共减息1.5厘 届时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将降到3.25至3.5厘 人民银行正式宣布 10月18日其启动证券 基金 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操作 目前有20家证券 基金公司 获批参与工具操作 合计申请额度已于2000亿元人民币 新华社引述业内专家表示 互换便利可大幅提升非银机构融资能力 持续为股市带来增量资金 汇控宣布 于10月2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2024年第三季盈利公布 即会否派发2024年普通股第三次股息 将于业绩公告中发布股息详情 长河10月17日举行股东特别大会上 就旗下三英国与Valdafone英国合并交易进行表决 投赞成票的股东股份数目达24.59亿股 占比99.9815% 有关决议案获得通过 今日时间差不多 大家记得按下面按钮追踪 Edit Channel YouTube频道 紧贴市场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